史上最惨淡演唱会!8万人场馆只去了20人,包括扫地阿姨,场面尴尬到哭。 罗大佑,在台北举办个人演唱会,据说为了这场演唱筹办了两年,还请来多位明星助阵。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门票只卖出一半,因为许多观众迟到,不得不推迟演唱会来等观众,这场演唱会亏了上百万,还被观众只唱功太差。 最后只好尴尬地说,你们来小巨蛋,从来没有那么宽敞舒服过吧。 上海巅峰音乐节,8万人的体育馆,只来了20号人。 这场演唱会,有黑豹乐队,韩庚,李宗伟等,网友,求这几位明星心理面积。 被日本人称为四千年一遇的美女组合NMB48,这真的是一个组合,在神户演唱会门票滞销,由于演唱会现场十分冷清,为了避免尴尬,用黑布遮掩两旁空位。 张静额,在国内的演出都挺不错,但是美国开的演唱会可谓十分尴尬,观众寥寥无几,分散在各个角落。 王国伦,被朝逢逢鸟朝演唱会最失败的一位,外场门票全部都卖完了,而那场却无人问津,由于那场没人,无奈只能到外场进行演唱。 庞麦郎,一首我的滑板鞋出名,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。 2016年,庞麦郎在杭州举办了歌唱。 演唱会历时一个小时,全程只唱了九首歌,换了六套服装。 她的演唱会就去了七人。保安有十四个人。门票钱不够买吧吉他。 登考来源。